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计 还雅于清白 最重要的是跟雅蛙和好 We are the best 校长 好坏 好坏 你在干什么 我在当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 查什么 先不要吵啊 快快 看一个重头戏 重头戏 那你这是谁啊 你每天在学校 除了会打棒球 练费力之外 你简直跟山顶洞人有什么差别 连这么重要的人物你都不认识 来 现在让我为您介绍 话说这学校最大的权力部门呢 就是会计部 再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张呢 就是会计部的徐姑娘 我可以讲 学校里面所有的账目呢 都要经过她的首签名之后 才能批准 徐姑娘今年三十八岁 她的三维是 喂 我对她的三维没有兴趣 下一张 这还是同一张 下啦 我跟你讲 这校长跟徐姑娘传闻中 让她们两个有一腿哦 王欣 她们淫乱是她们的道德问题 关我们什么事呢 余大侠 这您就有所不知了 假如她们两个狼狈为奸 中饱私囊 贪污学校里学生的钱 您说这该当何罪啊 那会不会 我告诉你 虽然现在我们找不到证据 但是 今年已经有很多老师 因为学校的账目不清楚 而被迫离开学校 跟你那个时候一模一样 也许雅蛙 是清白的 放心 好啦 我会帮你们两兄弟的 我会帮你们开除 我要把你们开除 你是外学生 我有养啊 没有这个哥哥 我会帮你 清白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说 我会不会错怪她 不知道 或许 我也错怪了她 那我应该怎么办 谈谈啊 如果可能的话 大家 坐下来谈谈 当然就最好了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我想买这一台 你走运了 货昌只剩下这一步 这个型号销路超好的 是吗 我刚才卖了一台 那个男人送给他儿子的 没多少钱啊 四万五千块而已 四万五千块 小哥 还差六千块 可不可以算便宜一点 我弟弟的电脑 已经破的快不能用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 我们也赚不了什么钱啊 你说这个 这个单车 跟着我跑了很多地方 很快的 都给你了 哇 这台单车是你的宝贝吧 没关系 我想这个单车 应该还值几千块吧 你就算便宜一点 你就不要为难我了 拜托你了 这样啦 我就算员工价 那这个单车 我就不要了 那我就少收两千块 那过几天之后 你再来付剩下的 好 我三天之后 就把钱拿过来 好 谢谢 没问题 不好意思 我还没有开始营业哦 我不要 不要 不要以为送台电脑给我 就可以没事了 喂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绝对不会要你 有亚裕的东西 我还没有去哪 那这又是什么 什么时候我的字 变得那么整齐啊 你跟我来 那这些呢 你看 我怎么会送你那些所谓的名牌 如果我有钱的话 我也会买一些实际的东西 买一些吃的给老板娘 穿上它 跟贴着钞票在街上跑 有什么分别 真是够 所以你就认为 我就是偷钱的那一个人 是吧 没有 我相信我哥哥 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他可能会去抢 但是他不会去做那种 偷寂寞狗的事情 他因为饿死 也不去做那种事情 这是他从小教我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那样对我 因为我哥哥不相信我 我最相信的人不相信我 我相信他 你会去怀疑我 你去怀疑我 怀疑我偷钱 我没有 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如果你没有怀疑我 你会为我顶罪 为什么要去抢校长的皮包 让他把你赶走 你大可可以让他来查我 如果你够相信我话 你一定会支持我到底吧 我会替你讨个公道 放开我 是校长跟会计串通房 跟我去找他 我会把事情问清楚 我不会跟你去的 为什么 我想要继续念书 我要上大学 我不想再管任何事情 再撑个几年 上了大学之后 忘掉过去 我就可以重新做人 我根本不是一个好哥哥 不好的不是你 不好的是那个校长跟会计 对 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让他们承认错误 讨回公道 如果揪出校长跟会计的奸情 这样就可以还雅鱼公道 雅鱼也可以回学校上根 那我们这一届的轻棒赛 就有希望了 既然这样 下一个目标 校长 会计 还雅鱼清白 最重要的是 跟雅蛙和好 We are the best